我們大概交往的時間 三年 幾月幾號在一起的 不記得 不太清楚耶 因為沒有確定的那一天 第一次見到她 是在我們學校的校長室 校評會 因為她到我們學校報到 我是教評委員 所以會看到她 對她的第一印象是 很有老師的樣子 呆呆的 第一次約會的地點 我忘記是台帽還是信義區了 我記得是在信義區 第一場我們看的電影是 歌劇妹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藍色 藍色 宥辰最喜歡的顏色 藍色 我最喜歡吃甜甜的東西 是西瓜 她最喜歡吃的甜點是 都很喜歡 我最喜歡她很善良 很認真 我們初吻的地點 不知道 桃園巨蛋吧 我心目中最理想情人是 像張學友一樣 很人跟我聊天 然後會聽我說話 然後很善良 看起來很溫柔 然後穩重 這三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有一年我的生日 在新家忙到凌晨到我的生日的時候 在大馬路中間 然後跟我說生日快樂 雖然很浪漫 可是還蠻踏實的 去年吧 我就說 哇有iPhone6耶 在我生日那一天 她就 我要送你生日禮物喔 我就說什麼 結果她送我六顆蘋果 Apple 6 有什麼想趁這個機會 跟我老婆說 親愛的老婆 有時候我很機車 然後很唠叨 會碎碎念 那很感謝你就是被我唠叨完 有時候就算生氣 也會很快的跟我和好 那你真的是一個脾氣 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又很衝動的人 但是 我覺得 你還是很善良 那謝謝你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跟你在一起一輩子 就 謝謝她很用心 在維持這個家 就是 家裡面的大小事情都 她都會很細心的去注意到 然後想要讓這個家變得更好 然後可以就是 每天很開心的在一起 每天很開心的在一起 五十年後 跟她會是什麼模樣嗎 因為我常常是跟現在一樣 會叫我一直要幫她按摩 然後會說她是小可愛 然後我們還是會 就是手牽著手去家附近散步 可能偶爾還會叫我吃素 之類的 但是就是 我相信我們就是會這樣子 很普通很平凡 但是很直屬的 到五十年之後 五十年後應該是 就是很老 然後坐在那個家裡的院子裡面 然後可能喝個茶 然後聊天 看數 我也覺得 就最基本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快樂地成長 對 那 因為我跟她 有時候有一些 跟東西的想法不定會一樣 但是就是 我相信基本就是希望她健康吧 讓她體驗很多不一樣的生活 就是說就是 可以學很多東西 然後去很多地方玩 我希望她有做事的認真 但是有誘臣對人的和氣 是不是就是喜歡的人 全部都可以很平安很健康 然後 都在一起這樣子 幸福就是 可以開心的跟喜歡的人 然後過每一天 共同的夢想 環遊世界 應該算是 自己怎樣可以更好 就真的 因為 有些事情我會 不要鑽牛角尖 然後我也希望自己 不要一直鑽進去 不要太執著 在很多細節上 都用正面的態度去看很多事 我覺得是我想要 改進的地方 就是 細心一點 然後 多做假事 我覺得愛是 能為對方的未來承擔 然後 陪伴她 然後支持她的決定 愛是 互相包容 然後 體諒 就是 就是 不計價